BOLO男生林志颖去年发生严重车祸 演艺事业停摆将近一年才逐渐回到荧光幕前 近期他参与了陆纵披荆斩棘的哥哥3 旗舰罕见提及了车祸事件 蓝正荣在节目中关心林志颖的复原状况 林志颖则笑称自己没事 接着蓝正荣表示得知车祸消息时真的被吓了一大跳 并好奇地询问林志颖当时会不会担心害到坐在副驾驶座位的儿子 林志颖感性直呼 幸好受伤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 他心有余悸地表示万一儿子受到任何伤害 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过未来的日子 期间还一度哽咽流泪 直言如果儿子受伤的话自己真的无法接受 表达了愧疚的心情让不少网友都看哭了 未经许可不得翻转